其實孟卓廷就知道了 看出來根本兩隊的陣容 大家就真的不要說熟口熟面那麼簡單 還要在甲一裡面 大家耳熟能長的名字 大家都期待 今天還沒見到的康仁福建 有多少的實力 還有鄭錦興、林宇、懷絲 和楊穗雄 我們說在香港代表資格賽方面 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其實就是在10月23日開始 10月底已經進行了 也決出了有四支排名最高的球隊 進入第二階段的預賽 而第二階段就是由上星期 11月6日開始已經進行了 昨天也有進行到他們的單場環小組賽 所以如果看回康仁福建 本身昨天對著Monster那場 都令到大家關注到很高 因為兩隊的對決 最終就是由康仁福建議 21比19 真是靠林宇、林宇 射個近乎底線的插板球 兩分球給他 射贏了這個Monster 所以兩隊的實力狀態 相當接近 看見球證是小賺 不知道他們選擇開球 還是加時開球 Monster隊應該選擇開球 由於康仁福建和贏了這個Monster 令到他們在第二階段的小組巡迴賽 七戰全勝 再介紹多一次 康仁福建 這支聯賽杯的冠軍 鄭錦興歸隊 還有林宇和梁衰雄 白色隊是康仁福建 六號是鄭錦興 香港劉川峰之稱 也曾經擔任港隊隊長 體能上 似乎白色衣服的 康仁福建 可能比較 有少少的優勢 因為 打完第一場 Monster可能 體能上 未必有康仁福建 不過 另一方面 其實有了第一場 小熱身 對於Monster來說 說不一定有利 黑衣是Monster 白衣是聯賽杯冠軍 康仁福建 鄭錦興 明顯 直接利用他的優勢 在外線突破 鄭錦興今年也37歲 仍然非常高的球員 不知道他在三人籃球賽的表現 又是怎樣呢 始終在第二階段的小組循環 可以取得七戰全勝 亦都代表了康仁福建的失力 但大家都預料了 這兩隊一定是欠蚊頭 鬥你死我活 這場我覺得是冠軍戰的樣子 這兩隊我都非常之期待 究竟哪一隊可以進入決賽 剛才也介紹過 黑衣的Monster主力 就是 他夾一康仁福建的劉子麗 還有就是司徒韋傑 另外還有世匪楊文剛 當然也有佳一康仁福建的林俊達 一比一 他還看見 鄭鑫興聰明 預料到司徒韋傑那種背藍功的打法 第一次不讓他放著 稍微退半步 等到你想轉身 才把兜巴拍走他的球 好 司徒韋傑 籃底繼續炒粉 好 反應很快 看到了 林宇搶回來 最終給楊瑞雄 就是藍底搞定 3比1 康仁福建領先 好 世匪 楊文剛剛射過兩分球 3比3平手 好 看看楊瑞雄 紅兩分不入 司徒韋傑帶到出來 入深一點好 好 橙欄分球 外面被對方拍到 但是踩界在先 看到康仁福建 除了真的夾一多之外 他們的防守拍得準 好 看見 好 看見 好 看見 康仁福建 切入分球 好 令到國有空 找不給 鄭岩興自己去 現在才給林宇 兩分都 預算得太密 好 再來司徒 直打進去內線 又是同樣 鄭岩興看得準 再把司徒的背籃攻封下來 好 林宇給出來 外線兩分 鄭岩興 oh yes 5比3 西匪那邊不攻 中間給林俊達 好 藍板 司徒搞定 5比4 馬上要出去做防守 哎呀 這隻手忍不住 剛剛林俊達打算啞手 誰知道雞翼一撐 撐中對方犯規 鄭岩興 好 厲害 稍微騙騙阿西匪失位 然後立即大波 finger roll上籃 搞定 6比4 指第一下 但是下去 林俊達 引到對方犯規 沒有起手犯規來的 所以都是開波 6比4 白三開人 福建領先 鄭岩興馬上逼實 劉子麗 帶上去 都不上 要上 哎呦 這下有犯規嫌疑 球證沒有吹 好 阿興貼出去 林宇 兩分搞定 嗯 這球 已經是對 差不多打了二打一的局面出來 好 西匪 林文江這邊不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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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宇 好 好 打算爆死士兔 但是有點滑脚 爆不到 好 往外兩分 沒有 師兔搶不到 成岩興這邊 總共林馬上拿著 再來 好 林宇 可以轉 好 漂亮 比了下去就是给杨岁雄搞定 9比4 Monser有点急想抢外线 这次又再想拍脱到司徒韦杰 但球阵这下吹了犯规 破人福建的第三番 刚才都说了 Monser和康仁福建这两支队伍 都可以说是香港代表资格赛的大热门 内涵刚刚经过了小组分组赛的循环赛之后 结果排在同样上线出来 两队只能抹一队 刚才都说过 冠鸦军的球队都可以获得 就是参加香港代表资格赛正赛的名额 不能够两队都去进入这个正赛资格赛 就有点可惜 但都要看一下究竟哪一队是真正的强者 好球 简单带出去杨岁雄 一个转身已经飙过了对手 这边又来了 不想放给司徒 就是简单蓝底拿分 所以很明显的看到康仁福建这边 永远都是 洛山都这样扔过去 宁愿要司徒在佛球线上拿分 但犯规就不能虚太多 12比7 白山的康仁福建现在领先5分 今天看得很明显 那连他们的羊将 淮斯 Ryne Zachary 今天好像不在阵 暂时现在康仁福建 地装上阵 都是只用正感兴 林宇 还有就是杨岁雄 上阵 好 可恙 西方 一招 三招 马赛 一招 走 刚才进入球是刘春郑感兴 上浪得分 現在比數是13比7 是看人福建領先的 林宇嘗試在2分起手 但很可惜就不進 三人籃球賽的空間很大 單打如果突破不到 都可以分出來給隊友射一球2分 如果一個能夠射入 2分內線的球員 其實在打三人籃球賽 都是很值得的 5號的就是阿洋 楊穗雄 幫康仁福建領多分14比8 真的你見到鄭鎮興 他們那些辣球辣得多之後 他有一點點自己轉身 都寧願被對方的犯規 是否可以分成了 對方的犯規 還有犯規 不能射罰球 雙方的對制犯規 都是四範的 球證示意 雙方的反應 夾手 purchased 比數現在是14比9 四分鐘四分的差距都還有得追 林俊達又起手兩分了 他可能覺得自己的手感都不錯 多次起手 剛升入球的是林俊 連續兩次得分林俊 還有一個防守籃板 16、11 開始看到有點手弱了 現在空人福建的兩分沒有 一開波感毒 這邊空人福建拍個出界 還有三分鐘 境界線位 現在兩隊的對範都 事關一對四範一對五範 康人福建也要小心 拼不到犯規 OK Monster多拿分 16、12 2、2、3、2、2 林俊 中距離 NO 好餓喔 大拼回去 大力了 世肥拿著 都看到兩隊球員 都是比較單打 小一點的小組組織中工 就是用自己的個人能力去突破 取分相對於比較辛苦地取分 所以你看到他們 按著大腿,很累 都是這招的,正緊興 你對著司徒韋傑 速度上的優勝一定是利用這個突破 第六範 還有兩分半鐘 和打五人籃球不同,兩分半鐘 感覺上時間沒什麼,但是你計算一下 在三文籃球,12秒一個進攻 變成一分鐘可以有五次來回 兩分鐘就十次了 每次和你拿一分兩分,很快就完成了 不過現在這個位置,對於康人福建 有另外一個攻勢可以做的就是 盡快搶二十分 那就不用跟Monsa打持狗戰 封到 林俊達剛剛封到 南大還是犯規嗎?出犯了 兩個罰球 反而現在正這樣輕調轉 走去和林俊,你幹嘛犯規 再說一次,三文籃球 第七、第八和第九次的對方 是給對方可以寫兩個罰球 但是沒有球權的,第二球都要搶的 但是如果對方去到十次 就站位都不用站了 兩個罰球之後就直接輸了球權 緊張得太緊張 劉子麗知道自己罰球一定不進 自己衝進去搶 但是就撞了下去,就是阿洋裡 Monsa因為對方五反而已 不是沒有過七 所以就不用馬上施罰球 他依然在外線斬射 都沒什麼做一些 pick and roll,give and go的小組 時間大約還有1分56秒 Monsa的對方也去到六反 劉子麗犯規就換入了西匪 楊文江,效力滿貫的夾一隊 四銀波的林宇效力看人福建 他本身是一個射手 亦是代表香港隊出去比賽 十八十五 五 康人福建其實這刻心急 因為他們想快點到二十一分 因為如果你現在不立即搶他二十一分 很容易被Monsa 隨時你防守不小心犯規 然後你讓他搶一下搶一下 這球緊張了 世匪入球兩分,十八、十七 現在就尷尬了,康人福建 好,賽場突破,籃底No good 拿不拿到? 好,球拳給亨銀福建 進攻時間1.3秒 不可以這樣 聽到了嗎? 雖然世匪說鄭鎮兄有點偷雞 故意想退後一點 因為1秒3 因為規定一定要他踩著 三人籃球的標誌 世匪連入兩個三 兩個兩分 反超前十九十八 最後一分鐘 刺激了,鄭鎮兄 唯有直接踩到籃底 好,一分照拿 現在他不碰球 好,碰到球 好,Ponster進攻 十九十九 又來跟昨天的小草循環一樣 好,這次Ponster不再被 康人福建搶球拳了 N1 林俊達,進入佛球 就可以把康人福建淘汰出局 想不到最後一分鐘 還沒分成功 完成 結果黑衣服的Monster 最終21比19 淘汰康人福建 這一支頭號種子 換句話說 Monster